剛才提到向西走就可以找到財 我知道有件事叫觀音借庫, 是嗎? 沒錯, 觀音借庫是正月二十六 你別想二十六少人借庫 二十五晚就進行這件事 通常都跟莊頭樹香的原理一樣 就是觀音廟, 不知道前面就… 大約是多萬 間間觀音廟不同, 做法不同 譬如香港的太平山街的觀音廟 因為它的傳統歷史最多 然後也有紅磡觀音廟 也會有很多人做觀音借庫的事 通常一借, 一做就做三年 通常祈福那些都是 你說一做就希望做三年順順利利 間間廟的執手不同 因為觀音借庫這個傳統習俗 就是觀音是救了貧富大眾 就是開倉, 派食物也好, 錢也好 大家就會生活好一點 所以中心借庫其實都是以正財為主 大家就不用帶股票、樂彩之類 通常祭品都是水果、鮮花 因為菩薩是不吃肉的 就不要帶肉進去 但有些廟是不同的就法 你去到廟之後, 你會抽一個號碼 就是說你今年有多少 他給你一個袋子, 你抽一個數字 或者派公尼士給你, 可能是六千八百萬 有些是三億, 有些是五億 看看最多和最少是哪些 有些真的沒有, 可能寫著身體健康 但健康也是財富 不要介意抽到多少, 是一個二頭 但記得如果跟拜太祖一樣 去年你做了這件事, 記得先還 還完庫再借 但不是還一頭, 再三年嗎 借完就還 是, 到第二年去的時候 你就要先還了 因為一棟金銀, 其實是給你還褲 譬如去年我借了三千萬, 挺順暢 你就又還了, 化了那些保鮮 然後再重新借 當你做了之後, 你真的不錯 你自己是捨不得, 停不了 所以譬如觀音借褲, 第一年去做 做完之後, 到第二年, 先還褲, 再借褲 第三年也是先還褲, 再借褲 之後去不去, 你就自己決定 如果你覺得真的挺順暢, 繼續做 或者有些朋友可能移民 真的做不到, 在第二的觀音廟做 也可以 如果是財神呢, 拜財神有分別嗎 我覺得也是, 如果你拜到哪個神 對人覺得也順暢 我覺得你繼續做, 繼續做, 也是好 好了, 到我們的自私時間了 我又要扮過一下 如果今天要走桃花運的話 有什麼提示給我們呢 桃花通常…你家裡會不會放一些 真的真的花的東西呢? 我會, 今年 我會先用水仙, 這樣也會的 我會放桃花 你真的會放桃花嗎? 對, 但打算… 我不知道放什麼位置好 所以現在那棵桃花 還是在我的正門口 我會放桃花, 不行 通常每年真的有不同的桃花位 在老鼠年, 桃花在東北位 東北位, 客廳的東北位 你可以擺放花, 真要鮮花 不要放假花 而且如果有爛桃花多 家裡就不要放太多沒有花的花瓶 桃花真的很爛 通常我們用來吹材, 很少吹桃花 因為水仙有水, 石樽有花, 有勁 如果要吹材, 算不錯 水仙嗎? 對 水仙如果放, 今年要放西北 桃花放東北, 鮮花放東北 如果家裡的位置真的要跟爸爸住 坐著吹材, 放桃花回來 不是, 不行 那就不要放廳了 房間不能放花 是 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下床的位置去吹 下床的位置就是每天迎接的位置 譬如我們剛才說了 好, 今年的財位是在西北位 西北 西北落床 你可以買一雙金色拖鞋 穿金、大銀, 什麼都行 對, 桃花就要花花拖鞋 花花 花花拖鞋在東北落床 要不需要是中式那種 我們現在比較小一點 什麼?你想怎樣? 這個位置重要 譬如說我真的每天迎接的財位 其實整年的財運都會好一點 每天迎接的桃花位也是 但是今年有些位置是一般的 東邊和南邊是大病星和小病星 留心一下就不要經常在東邊 或南邊下床 因為如果每天都在病位下床 其實那年的健康可能會比較差 很容易病 對, 會比較差 下床位其實也可以吹旺 可以的… 非常好 對, 每天… 但如果你比較貪心 一天就在財位下床 一天在桃花位 要記住 集中在桃花位 其實他就要集中在桃花位 如果皮上的皮… 床鋪皮單的顏色有沒有什麼… 他應該用鮮艷暖和顏色 其實我覺得桃花是足夠的 不過他難擠下手而已 他經常在這裡猶豫不決 這次我和Jeannie也找到解決辦法 今天謝謝玲玲師傅, 謝謝 謝謝